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叛肺炎疫情大爆发 酒精成为全民重要的防疫物资 成立一百年的宜兰酒厂也收到政府指令 放下金姬母红绿酒敢投入生产酒精 为了全民健康 就像师傅每天没日没夜加班赶制 吕文斌正是其中一位 而且这也是他40年酿酒生涯 第一次投入生产防疫酒精 防疫酒精从2月份的时候 总工资那边就下个指令 就叫我们就要加入生产的这个行列 第一个是比较危险就比较干干净 第一个就是水晶浓度比较低 而且是平常都一直在做的 只有第一天做的比较差 不到三天打 因为大家都怕第二天在做的时候 该调微调的就微调啦 所以说第二天的时候就做了 就已经上三天打 三天打就总三万六千 就一直做到副业期 我把它估算起来 应该有一两百万 随着近期疫情趋缓 酒精也不缺货了 师傅们赶制酒精的任务也暂告一段落 能回到原本的生活继续做熟悉的红禄酒 几米酒头 也让宇文斌安心不少 最好是不要怀念 最好是不要再有人 最好是疫情就这样终止 否则的话真的台湾就完蛋 我们的农民也受我们这个廉指 他就一直廉都要指 尽管宇文斌觉得自己 只是尽一份微博之力来帮助国家 不过在大家眼里 他就是名副其实的防疫英雄 我到到台中期嘛 我就跑到几乎中 那个因为都常常去的老顾客 那个老板看到的 啊 你就是那个电视报的那个防疫那个嘛 所以自然而然你就觉得 所以我只副出一点点的经历而已 但是回想的就蛮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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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